正在播出一首歌 所以我们还有时间 好啊 好啊 我们今天由这个 哪里讲起来 今天其实是讲你 因为你是导演嘛 你做了个 广东话 就是文化的影响 其实文化影响身体是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有些数据我会讲出来的 好 没问题 什么时候有得看 我们已经做完了 上个星期 是呀 是呀 但我不在那里 怎样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拍下 应该会 可能要等到再过一头半个月 因为它太长了 我们整部电影 是两个钟头零十五分的 所以如果要剪完放在YouTube上 可能 都会假轮的 你给一些RAW的那些 小小的 就是叫做 我先试试 剪个making of 出来给你看 行行行 没问题的 我感受很重要 这件事 你不介意我今天讲的 不介意 完全不介意 没问题 这个 你想想在美国 你如果没有这件事 你人生的方向 都挺难的 都挺难的 那我就会讲一下这个 念亲恩的那首歌 陈八强的那首歌 我讲一下这首歌 是 是不是 OK 没问题 OK 麻烦博士你 我们很快开始 我随时可以来 OK 都是 我随时 時間來到下午4點16分 歡迎大家來到 同星期二下午4點到5點的 健康大數據 我是Renny 在電話那邊 有聽眾朋友很熟悉的 趙博士 哈啰趙博士 哈啰Renny 你好 我們剛剛過去的週末 星期日是我們的母親節 雖然我們今天的節目已經遲了48小時 但都要在大電波當中 祝天下所有慈母 健康快樂 沒錯 接下來有父親節 這個母親和父親其實在我們今世裡 是我們的情人 是今世兒女的情人 而我們的小朋友 即是做父母 我也是父母 你也是父母 我們這些小朋友 其實就是我們前世的情人 是不是這樣說 是嗎 有他們這樣說 父母是終身情人 是嗎 說父女之間是前世的情人 是的 嗯 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是有沒有數據去背景呢 有沒有一些研究呢 研究很難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西方做的研究 但是既然有一個研究 是跟我們今天想說的有關的 為什麼有這個關聯呢 是因為現在中國都已經是一個 叫做Aging population 即是人口老化 是相當厲害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是嗎 是的 好在 叫做社會老齡化越來越嚴重 是的 是的 越來越嚴重 那怎麼頂呢 怎麼處理呢 當然如果大家健康些 少些病 當然好些 但是怎樣健康些 有留意到就是 如果你不念親恩 你的老化程度很大影響 影響了國家 因為國家是沒有可能 給到所有人的醫療 去到最高境界 它最重要就是身邊有人照顧你 而誰會照顧你呢 就是你的子女 所以這個孝順 Filiopiety 究竟有沒有去positive impact 對於健康呢 這個研究 這個大數據很重要 你說是不是 你說 竟然我們中國人一路所說的效度 是會有這樣的監測數據 說效度對於健康的影響 有 很大 最重要是它這麼大 是當你 他們的比較 就是比較給錢 因為很多國家都會給錢 所以你看到 跟那個念親恩的感情 整個過程 是不及 不及那個感情 去令到對方 令到上一年多的人 想健健康 留下 因為你會說 我不想令到下一代這麼辛苦 所以我會照顧好我身體 下面那一代就說 我不想上面這麼辛苦 所以我一定會花時間去照顧對方 一兩個小時 我還整天 整天找對方 天天都打電話 天天都有話說 不會只問一下 你今天吃了些什麼 不是這些 是說會很深入去大家聊天 去 去留那個 那段感情 那個叫做love 那個叫phileolove 很重要 因為他們看到 就說 為什麼那些人 用錢 和去 measure 如果用感情 差多遠呢 當去到 去到說健康 在長者 和下一代的照顧關係 他看到了 他看到 根本上這件事 由孔子定下來的時候 這個叫做 考訊 去關顧 和去知道這件事很重要 你不會說 我很忙 你當然是忙 但是你會花時間去照顧對方 甚至還會覺得 因為我父母 我才有今天 這個想法 你想想 當你照顧一個人 父母又大 他也不舒服 可能說話 像一個小朋友 但是當你想著 就是 我是 我很多謝 因為你 我有今天 有今天 所有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那件事 是超越了 任何一件事的 錢銀 物質上的東西 因為你是會 你會做很多東西 是會看不到的 譬如你煮一頓飯 給對方吃 你用心和愛 放進去 那些數據 看得出來的 看得出來 雖然在做研究那個 未必明白 因為研究是西方研究 他不明白 Philio Piety 但是他會看到 為何差那麼遠 為何在整個地球裏 中國人 他們的孝順 可以令到國家 對於那個 因爲 大家的國家 都有人口老化了 大家有 但為何你這個國家 這麼不同呢 為何你吃的東西 用的東西 聊天 只是看到 data 出來了 這麼大的 positive effect 你想想 我現在就帶出那首歌 大家都懂的 第一句就是 長夜空 許使我懷舊思 你想想這些字 已經你會去照顧那個獎者 你做的東西 你不會買那些最便宜的 你不會買那些最便宜的 因為經濟困難 你不會這樣的 你會買那些最好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就是在那個過程裏 你選擇最好 不是選擇最貴 你選擇 有看過那些 蕃茄 是不是健康 有看過那些菜 是不是漂亮的 那條魚是不是新鮮的 你很多樣東西 做出來 都是想對方 感受到那個 那個叫做intangible 見不到的 見不到的 但是到了那些研究專家 去量度的時候 他就量度得到了 量度得到 看到不是一兩個 不是十個 是慢慢的 看到那個影響 這種 他就叫做behavior 是benefit了 那些長者 但是也都reinforce healthy habit 在那個 caregiver 照顧著他那個人 他都會健康 無形中也想想 自己將來都是會這樣的 是不是 是啊 這個很重要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我們繼續一起 健康 大數據 廣告之後見 專為長者及行動不便的人士 提供上門醫療服務 他們精通國粵語 儀康有提供安寧服務 慰木奇病人和家屬提供全面協助 儀康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選擇儀康 拜諾阿康 查詢電話 510-268-1118 510-268-1118 510-268-1118 原來相性建材公司 已經趕名為 心理廚櫃公司 地址419 Alan Street Daily City 我們專營各種廚櫃 明星宴會 在婚宴派對最佳首選 地址88號東 4階 San Mateo 訂座電話 650-3636-3662 或415-990-5938 權威資訊 生活助手 星島日報發行遍布灣區每個角落 銷售網絡更廣 資訊更強大 總在你身邊 你可以在灣區以下連鎖店 零售點購買到星島日報 711 CVS Larkis Safeway Walgreens 詳情查詢及訂購 請自電發行部 650-808-8866 650-808-8866 650-808-8866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點26分 4點26分 回到今天第二節的健康大數據 我們繼續有請趙博士跟我們說一說 關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當中的一個叫做孝順這兩個字 竟然被西方的一些專業人士做了一個調查數據 顯示出來和我們的健康竟然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繼續有請趙博士跟我們講解 這個厲害 因為大家都有母親節 大家都有父親節 但是不會有些說話 下面那一代就是我們以前的情人 不會說我們父母是我們今生今世的愛人 我們不會在西方這樣說 那些專家就有讀到 究竟有沒有這種心態 這種想法 這種孝順 有沒有影響到長命 有多長 還有長得來有多好 哇 長和短 你知道很多因素可以影響長和短 但是無論長還是短 既然一聽到長夜空去枕冷夜半夜 一這樣想起 哇 整個quality 質素不同了 那麼他就看到了 另外一個part就說 叫做psychological well-being 你拿一個華人 他的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因為他有孝順 跟西方相差得遠 簡直就是為什麼我們 講gratitude 念親恩 可以有首這樣的歌 但是西方呢 有些西方很厲害的 但是他們不會說到這些 不會說到我覺得反而欠了你 我欠你很多 我怎樣照顧你都還不完 哪有這些歌詞 哪有這些東西 所以那個文化呢 就是令到我 其實我是上個禮拜 跟Rainy做完 就是趙瑞做完 那個節目我就好奇問他 我問他 你平時做什麼 他就說起 你不是說起你有做這個導演 那就有一套廣東的 叫做broadway show 我都沒看過 因為我在新澤西這邊 但是我覺得很好 我之後就跟Sindy說起 說起你 我說 應該要有很多這些 我希望你那個post上youtube 所有人應該要看 因為會直接影響你身體 你會知道自己有方向感 這份paper 這個數據就是說 除了念親恩會減壓 念親恩會令你健康 念親恩會令你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念親恩會令你長命得來 所以你做這個導演 我現在都要叫你做導演 導演你真的很厲害 這件事很重要 多謝你 多謝多謝 多謝趙博士 也是我們通過這次節目才知道 原來我們一直所說的 孝子 其實會比起更加 比起其他人來說更加健康 其實最直白的理解 是不是這樣 是的 因為有一件事 就是willpower willpower 你知道如果你的信念夠強 很多事情都做到 例如讀書 你用心思 為何要用心思 為何會用心思 因為我擔心將來沒有飯吃 這是一種不同的用心思 和你會說 因為我想令下一代更好 我知道讀書 所以是會令到我很多東西 將來新的東西 我懂得讀舊的東西 我可能新的東西 都可以解釋到這種密碼 角度不同 而willpower 就是那樣東西 那角度 你因為用孝順的角度 多厲害 嘩 孝順是甚麼 甚麼的willpower 為何那麼厲害 因為不是一個me willpower 不是說自己 是說自己 我要孝順 因為上一代 沒有上一代 就沒有我今代 這個是不能計算的 不能用物質來計算 好像你花了這麼多時間 去拍這套 顯示出來 Cantonese的broadway show 一定是放了很多心血 但你有用甚麼willpower來做 是不是 我賣多少張票 或者你會說 我想做一件這樣的事 因為未曾做過 這個是不同的willpower 跟你說 我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欠這件事 人人都有的 我們都需要一件這樣的事 來storytell 來說一個故事出來 為何那麼多人 那麼喜歡 聽鐵血丹心 看不同的劇集 喜歡看這些東西 因為令到你有那個 叫做 commonality 說我原來在那裡 有共鳴 你是從那裡來的 原來我在那裡來的 為何這件事 在我的音樂研究這麼重要 因為我收了錢之後做研究 我選了廣東歌 當然 給支出那個 你不如試試英文歌 比較一下 因為英文是我最熟悉的語言 我是講英文的 我是ABC 但是一量度 就看到 為何你對 對一些歌 你未聽過 會有多些腦電波反應 如果我知道意思會怎樣呢 知道意思更加厲害 絕對比不知道的意思更好 但是 知道了之後 都不到 即是差好 差一段 為何會這樣呢 這個就是一些 mystery 如果這件事這麼重要 我們更加要看多些 我們自己文化的東西 因為會影響我們 怎樣去對我們身邊的人 譬如我知道了孝這件事 我就可能會對 不單止對我父母 一種心態 我還會對我父母的朋友 都會有一個心態 因為有個尊重 有個婆婆走過的時候 有公公走過 我會扶著她 我會照顧她 這些就是 那麼厲害的一件事 而在英文那裡 去不了那麼傳統 那麼long lasting 那麼大的影響 這個就是 你不會給老人家煎炸東西吃 自己都不會吃 因為 如果我身體不好 我怎樣照顧 如果我有什麼事 我怎樣照顧上一代 如果上一代有什麼事 如果我的代有什麼事 我的子女又怎樣照顧 這個這麼詳情的影響 這個很厲害 所以 Health Behaviour 就是那份研究 就是說 原來有了孝順這件事 那個Health Behaviour 不只是會放屁自己 連賭錢也不會亂賭 因為你會直接說 我要有責任 我要有accountability 挺厲害的 嗯 責任這件事 在當下來說 我覺得是一件 非常可貴的人類的一種責任 他可以認知到自己身上 兼負著某些人的希望 他兼負於某些人的責任 一個人如果有這樣的使命感 我覺得他整個人都會積極很多 嗯 好 我們稍試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一起聽 趙博士的健康大數據 稍後見 唐人浮POWER街1421號 預約電話415-362-8868 如果按照的資料 看哪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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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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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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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從小看著《射雕英雄傳》、《上海灘》 聽著語語歌長大的 我覺得受到很大的語語文化影響 但是近年來我們為什麼語語文化 一直走著一個下坡路 有點青黃不折 更加在海外來說 我們的語語文化就更加是 總是覺得爭取一些 其實我覺得一個語種 一種文化 若然沒有人去承接 若然沒有人去想想 怎樣將這一種文化不斷地發揚 不斷地讓它壯大 它就會逐漸逐漸萎縮 我覺得這是非常之可惜的一件事 我們不應該等這件事發生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很幸運 我遇到一班和我一起 願意和我一起為這件事去做一點點事的人 我們在過程當中的這一種 這一種 這一種 teamwork 這一種默契 是令到Rainey很享受 落在其中 儘管我們可能我們的預算 很快 可能我們的排練場地 有些令到我們大家覺得 有些冷 有些冷 有些熱 可能我們的條件不太好 我們甚至在車房 自己家裡的車房裏面 作為我們的Rehearsal Room 儘管是這樣 但是我們最終 都是很享受這個過程 所以這個是第二點我要說的 就是我遇到 很幸運遇到一班自同道合的人 最後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在劇院 聽到我們台下面響起掌聲的時候 我們歷時八個月所排演的 這一齣兩個半鐘的舞台劇 落幕的時候 我們有見到每一位觀眾 在台下面他們面上的表情 我們有見到他們有和我們產生共鳴 產生互動 產生交流 我相信 那一刻我們站在台上的 每一個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都是開心的 都是快樂的 馬斯洛有一個需要層次論 認為人類最高的層次 最高的一種需求的層次 最大的滿足感來自於自我實現 我想那一刻 我們所有劇組的工作人員 都體會到這一種 自我實現的滿足感 我覺得那樣東西簡直就是 無與倫比 不能替代 無與倫比 不能替代 很厲害 非常好 你知道嗎 你和我說過這件事的時候 我知道你做導演 做舞台劇 我整個看法對你都不同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嘩 我以後說的話 都對你 會不同了 Rainy 因為 因為你會珍惜一件這麼重要的事 即是好像我們在那首歌 我念親恩裡面 你會聽到一句好像教你的 親恩應該報 應該食吹巧度 唯獨我離別 無法為親旁 輕彈曲迂夢 終頌 即是你會 完全不是那種東西 沒有了那個 沒有了那個 那個叫做 很現實 那個 即是你搞一個舞台劇 很不現實 但就是在不現實裡面 才會這麼健康 才會這麼厲害 所以孝順這件事 就是我們要 我們要知道 就是 他給到 一路這樣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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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咬到第四集 就是四部分 就是 究竟 為什麼做些 這麼不實際的事情 會這麼厲害 比花錢 比吃不吃健康 竟然吃不健康 但是做些這樣的事情 是會 都差不多叫做百毒不侵 為什麼呢 這份 有另外一份研究 就說這件事 就是 當你的人 有個叫做 Sense of Purpose Sense of Purpose 就是說 你原來可以 很清楚自己的北極星 在哪裏 哪裏是北極星 為什麽而做什麽 你等時 寧願在車房拍又怎麽 有什麽所謂 因為你覺得這東西 有意思 有意義 當你有意思和有意義 This is why 為什麽 效順這個角度 又這麽厲害 就是原來 你不單止 歌曲都是這樣說 連作歌的陳百強 也有唱這件事 即是說這件事有用 你聽得多 大家做得多 你就會越來越覺得 很重要 這就是牽涉到 Sense of Purpose 會直接影響mental well-being 如果你一旦沒有了Sense of Purpose 那你其實在做什麽呢 所以有了Sense of Purpose 是會減低抑鬱 減低精神緊張 會令到自己是可以頂得順 會教這隻腦 在哪裏跌低 就在哪裏起身 即這些全部這些東西 都是在 我一定要繼續 撐住 因為 我要 孝順 我要 我要叫做爭氣 爭氣也是另外一些 然後 physical health 就是會 哇 那個人本身 躺下了在這裏 他會 昏迷了之後 會醒來 會回到來 他會克服到一些叫做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即是不會傳病的 不會傳染的就是 心臟病 糖尿病 Obesity 這些全部都不是 菌傳染的病 但是 你需要有那個 叫做 叫做 有那個Motivation 有個Sense of Well-being 有那個叫做 Sense of Purpose 這樣才 你吃任何一樣東西 才會那個功效更加厲害 所以你這個舞台 其實廣東話舞台 這麼重要 影響健康就是這樣 因為當你看到這東西 你就會多了個Sense of Purpose 如果沒有Sense of Purpose的人 就是會很大機會 Risk Factor 加高 去有Depression 還有會是沒有了Direction 所以很多謝你 導演 嗯 收到 謝謝趙博士 好 我們稍試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我們再去 最後一節的 健康大數據 廣告之後見 鄭里安座永恆廚櫃新張 廚櫃石材全新AI多功能概念設計 專精整體規劃 增進審陷優惠 全部特價廚櫃 折扣高達50% 是50%offer 永恆廚櫃在14680 Washington Avenue 鄭里安座 電話 510-9616-688 你想找專業人士幫你賣個餐館 或者其他各種生意嗎? 請找專精賣生意的宣誓房 它經驗豐富 手發專業 過程保密 提供一條龍服務 速電宣誓房 510-881-6010 881-6010 高速五戰網絡破天荒優惠 個人計劃 月費最低只15元一條線 歡迎保留你的手機號碼 和大機開線 所有計劃沒有合約 月費價格包含稅金 沒有集費 機不可失 快點打來折風全信 833-789-5678 高速五戰網絡破天荒優惠 個人計劃 月費最低只15元一條線 歡迎保留你的手機號碼 和大機開線 所有計劃沒有合約 月費價格包含稅金 沒有集費 機不可失 快點打來折風全信 833-789-5678 百零元為答謝顧客的支持 現廣稱名節優惠至5月19日 預購特選福地 從殯儀規劃 軍學高達25% 折扣優惠 還有分期負款 利息回贈 請把握時機提前規劃 百零元景色最佳 是最好的福地選擇 要未與籌謀 複雜子孫 詳情電話 1888-691-9026 1888-691-9026 最近都不知道行什麼, 壞運 什麼事這麼嚴重 兒子經常咳, 媳婦經常鼻塞 孫兒經常到身上癢 手腳腳腫了起來, 腫紅了 你有沒有去看醫生? 當然有, 醫生只開了敏感藥給他們吃 也沒什麼用, 病情也沒好過 病情這麼像我上個星期看那篇 煤菌文章的內容 他們說這些可能是感染煤菌的症狀 你家有沒有試過發生漏水或者水浸屋呢? 有, 又好像有 今年一月份那次大氣河風寶 橫風橫雨, 屋頂又漏水, 瘡框又滲水 大地板更濕了, 但是我一早弄好了 那你有沒有燒煤完才弄? 那有沒有 那你家屋就有機會發煤了 快點找MyPL & Filament環結證公司 他們的專業服務一定可以幫你們解決問題 快點去星島摩摩打網站登記 記住是www.noiemalta.com 或者打電話650-808-8884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點49分回來我們今天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對了, 趙博士, 我們剛才就談到我們的自我實現 還有我們有了目標之後 有個團隊之後 一齊大家向那個方向努力 還有我們每個人若然有孝順的心 我們會更加健康 還有我們由於有了孝順的心 我們會有了一種責任感揹在身上 而此同時也會更加令到自己不會行差答錯 令到自己會變得更加正確 和更加成熟 沒錯, 沒錯 這些東西已經很豐富 怎知原來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 這樣就更加要孝順了 還有些什麼 就是原來會令自己抵抗好些 有研究 show 到就是 抵抗力是嗎? 是的, 抵抗力 整個身體的抵抗力好些 因為其實你的 其實什麼叫抵抗力呢? 就是你有些事情遇到在身體上 他當是敵人的, 他會做事 他當原來沒有事 就是不需要做事 那你就病了 那些菌可以侵入 那為什麼他會和你做事呢? 就是看他有沒有sense of purpose 這個 萬一你的細胞是不孝順的 會怎樣呢? 這個就是很奇怪 你的細胞不孝順回你 那你就, 哇 你日夜做, 日夜吃 但都沒有用, 因為他不孝順你 他沒有了他的sense of purpose 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裏 打是打了針 打了針之後 當然他就醒了 現在知道要針對敵人 但是如果一路都遇不到敵人 那他會怎樣呢? 他都會留在這裏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照顧好 我們的sense of purpose 是因為我們會令到 我們的細胞都有sense of purpose 不要無緣無故白事 多了那些免疫力的細胞 之後他變成敏感 過敏了, 這樣就麻煩了 就是他, 哇 原來一樣東西都不行的 搞到你呢? 左手卡住右腳的 左腳卡住右手 整個 趴在這裏了 所以他這個 另外一個研究就說 Having a sense of purpose in life 人生有目標的時候 是會 positively influence immune function 整句就是這樣說的 有一個strong sense of purpose 就會有lower level of inflammatory marker 為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會少了炎症 當然有抵抗好 但是萬一有抵抗 有抵抗的反應 但是很多炎症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很多問題 自己打回自己 或者甚至有些長期病 都是一個大家不想要的東西 所以孝順呢 孝得很全面呢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就一直這樣咬下去 咬到最後那幾分鐘就說愛了 當我們愛他人 避愛那個會知道有人愛他 沒有忘記到他 他一生一世做了這麼多事情 做了現在退休了 沒有人再記得你呢 你知道嗎? 是死得很快的 很多人一退休之後 天天不知道做什麼好 那就很快 因為運走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對 沒有了價值 因為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價值 但是其實呢 這就是西方的問題 但是在孝順那方面 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價值 原來你的價值是超越了你的工作 在你孝順那方面就是你的價值 因為我們連我們的祖先 我們都會想起他們 我們還會有日子去記住他們 還有我們會點之香 因為有人傳說 就是下面的人等著你點香 就會記得他們 即是我們有很多這些 叫Story Telling 在一些舞台劇 不同的東西寫下了 就說這件事是重要的 既然呢 我們會變成它在一些 劇集、劇集、劇集、劇集 不同的地方 都會周圍看到 這件事很重要的 又是回到那個孝順 去愛、關心、石、記住 記念以前 記住那些祖先 這些就是會enhanced 最後那個部分就是enhanced resilience 即是說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滿衝的力量 是大家想不到看不到的 可以反彈 就是當你有sense of purpose 當你孝順 沒錯 其實孝順仔 即是我們今次 我們整個團隊的人 我覺得都是孝順仔女 例如 我們團隊裡面 譬如說他們的媽媽 從國內來探望他們 譬如說她又要參加排練 那沒辦法 就把媽媽一個人扔在家裡很悶 就帶著媽媽來排練 看我們reference 整個下午幾個小時 媽媽都很享受 是的 母女兩個都很開心 我們看到也覺得很開心 還有我們演唱的時候 也有我們的team member 那些family 一家一家的family 來看我們的演唱 下面也看到自己的子女 在台上放光放彩 其實都是很滿足的 很開心的 是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 這麼多人都會這麼喜歡 東方那個金融小說 講這些東西 是說我們記得以前是怎樣 記得什麼叫做朋友 原來朋友可以 當然可以很淺薄那種 但是也可以很深的朋友 為什麼會有很深的朋友 就是大家共同的東西 是大家share得很deeply 很重視的 而孝順這東西 是可以製造朋友的 有些朋友是在孝順裡面認識的 然後你就會 對方哪個哪個走了 但是我們周不時會走在一起 我也有很多朋友是這種的 是很不同的 在工作上的朋友 大家在公司裡認識 是不同的 我自己的爺爺 我自己的媽媽走了之後 去回他那裡 放了一些骨 大家見面 然後我和我老婆 因為他以前認識我爺爺媽媽 那個感情有我深很多 所以你說孝順的power 多厲害呢 多些孝順 很有益的 嗯 我們孝子 一直都是一個美青 也是對人的一種讚譽 相信呢 有一種叫做八線 孝為先 一個這樣的俗語 就是說無論幾百樣種好 孝順兩個字 都是站在最前邊的 一個人 當大家知道他是一個孝順的子女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覺得 這個人值得信任 這個人也都值得信任 因為 若然我們連自己的 受知我們 身體化膚的父母 我們都不能善待的話 請問還有什麼人可以 去信任你呢 你還值得誰來信任呢 是的 所以多謝趙博士 今次帶給我們 這個敲詢和健康之間的數據 謝謝趙博士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 帶在電話當中 再會 拜拜 玩得開心點 拜拜 多謝 拜拜 拜拜 好